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 为什么儿媳妇不和伯婆在一起住呢 咱去找人去了解一下吧 大家 你几年多大了 我五十八 五十八了 看着你都不像老么年轻 他不像老的超新的 他躺在脱外的时候 大半年了 看着可以养成 超新 超新 你看你这几个孩子 四个 四个 几个二 几个姑娘 三个姑娘 三个姑娘一个 哎呦 还不用付三个姑娘 你说过姑娘多了有福 你说给孩子做 孩子给孩子过 自己过 孩子的一个 三个姑娘 你自己过 哦 你自己过 你自己过 你怎么没给儿子在一块儿做 也对 我算是长的厚点 随便点 给他们年轻的 是吧 你这一队还是不给自己个单子出钱 哦 这个也棒 现在你要在农村的咋 婆婆给儿媳妇在一块儿做的也多吧 但是做的不多 不多 为什么 都对于你个人做个人 小孩们也方便 老人也方便 都不是这样的 我才不是这样 方便就感觉这样 你是不是有没有这么一点 在一块儿做山上容易给儿媳妇这个 缠终毛的 对对 缠终毛的 是吧 容易生气 就在年轻的年龄大的时间上 跟年轻的时间还是不一样 是吧 那样子 就容易缠终毛的 是 容易就是 就太干了一句 是吧 想法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有年轻的看性 哪里不是我还想说 对对 有的哪里嘛 到关去是吧 我觉得生气更容易生气 少管点是吧 还少少点去 是吧 少管点去 是是是 是 最好的白管 对对 最好是 烧管啥就去烧东西 小韩非就是说 都自由 刚才通过和大娘的聊天 在我们农村和城里 儿媳妇和婆婆在一起住的 也是很普遍的 主要原因是不方便和产生矛盾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